水母说电影 内涵你会懂 大家好 我是小飞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奇幻电影 胎教 我们的女主小白是一名发型设计师 她有一个非常爱她的老公 水哥 在一次检查中 小白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让小白很是烦恼 她不想因为孩子 放弃现在前途大好的事业 因此和水哥 小白闹得很不愉快 她找到了自己的好友大壮 诉说心事 而大壮也极力说服她 留下这个孩子 至于工作嘛 再愤怒就好了 小白豁然开朗 决定生下这个孩子 于是 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水哥 水哥开心不已 在水哥的说服下 小白辞掉了工作 在家里专心养胎 渐渐的 小白也开始期待 这个小生命的到来 一天 小白刚做完产检 结果在门口 却遇到了水哥 小白很是奇怪 为什么水哥 会出现在这里呢 水哥却说 正巧要在这里 拜访个客户 就这么搪塞了过去 回到家 为了安抚肚子里的宝宝 小白给她唱起了歌 没想到 肚子里的宝宝 居然有了回应 这可把小白吓坏了 再仔细一听 真的是肚子里的宝宝 在说话 她告诉小白 爸爸其实已经失业了 家里很快 就没有钱了 小白连忙打了水哥 公司的电话 而公司的人却说 水哥早已辞职 小白直接梦了 她认为自己肯定出现了幻觉 决定吃点药 安心睡一会儿 这时宝宝再次出现 她告诉小白 不能吃药哦 这样会伤害到自己 而且这是两人之间的小秘密 不能告诉别人了 小白直接吓晕了过去 接下来的几天 宝宝一直和小白说话 小白都要崩溃了 她生气的质问宝宝 到底想要怎样 宝宝却说 自己在保护她 因为爸爸是坏人 想要杀死他们 小白觉得这太荒唐了 可宝却说 证据就在楼上的抽屉里 里面有一份保险单 和作案工具 只要杀了我们 爸爸就能捞到一大笔财产 小白打开抽屉一看 果然发现了保险和杀人工具 她很害怕 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的小白 晕倒了 等她醒来 发现水哥拿着绳子和锤子 站在眼前 难道水哥要动手了 水哥被小白的模样 直接兜乐了 原来 为了让小白在家不无聊 水哥特意为她做了一个秋千 没过多久 宝宝又说话了 这一次 她开始怂恿小白杀了水哥 因为水哥玩股票输了钱 又偷偷买了许多份保险 准备杀了他们 去领更多的钱 小白来到楼上查看 果然 车子里又多了很多保单 随后 小白查询了一下 银行卡的余额 里面居然只剩一百块钱了 这让小白很恐慌 难道水哥真的要杀了自己 他连忙打电话给大壮 却一直打不通 这时 宝宝又开始怂恿小白 杀掉水哥 小白渐渐被宝宝迷了心智 为了保护宝宝 他来到楼顶 直接把水哥推下了楼 水哥就这样莫名的死在了最爱的人手里 等到警察赶来时 小白谎称水哥意外坠楼 自己也逃脱了嫌疑 这时 水哥的手机响了 对方是水哥的移民顾问 原来 水哥知道小白喜欢新西兰 所以辞职准备一家人一起移民 按照规定 移民钱必须办理多份保险 而水哥也早已把钱汇到了国外的账户 小白得知一切后 痛不欲生 他知道是自己误会了水哥 他质问宝宝为什么要这么做 宝宝却说自己是在给爸爸报仇 其实水哥并不是自己的爸爸 他的爸爸大壮早已被水哥杀死 尸体就在楼上的柜子里 果然 小白在柜子里发现了大壮的尸体 原来 几个月前 小白在一次聚会上喝醉 便与大壮发生了关系 来接小白的水哥 恰巧目睹了一切 不想失去小白的水哥 默默地忍下了这件事 本以为一切都会过去 直到得知宝宝 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这让水哥 濒临崩溃 于是 找了个机会杀了大壮 准备带着小白 远走高飞 得知真相的小白 接受不了这个事实 选择从楼顶跳了下去 故事也到此结束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胎叫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为啊